收看本期的XD说车 我是二挡哥 今天我们来到美丽的厦门 一起来试驾北汽深宝的一款新车 新车叫深宝的智道 所以智道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有点陌生 其实就是北汽从现在开始 更改了之前的一些命名方法 以前叫D50、D70 而这款北汽的智道 就刚好是将来要替换D70的一款换代车型 OK,咱先说说外观上的变化 智道相比它的上代D70 其实有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就是咱的前脸设计 更加的迎合年轻人的喜好 更加突出运动法 比如说你看这个巨大的大嘴 以及它连伸连接LED行车灯 以及大灯 加上它的侧面的线条 其实虽然线条很平直 但是完全是能突出力量感与运动感 这一点我可以看到就是说 对于智道的定位来说 厂家是希望它既是一个B级车 既有豪华 同时又能够迎合年轻人的需要 OK,除了外观的变化之外 深宝之道的另一大变化 在它的动力总成 它全系搭载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MT或者是CUT编阻器 可以说这一套动力总成 对于北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至于真正看下怎么样 我们有上车再看 OK,咱首先坐进这台深宝之道的车内 给人的第一感觉还是有很强的科技感的 主要就是这两块大尺寸的液晶屏 它们的精度挺高的 然后显示的信息也比较直观而丰富 另外的话 这两块屏幕现在看是这个是仪表 这个是导航界面 其实它们可以支持互相的串联 比如说我两个手指一滑 您看这边的信息就过来了 挺像奥迪的界面的 当然这种互动跟串联 就是极强的增加了这两块屏幕的使用的频率 已经使用的效率 如果你想出去的话就这么一滑 它就出去了 另外的话再说说它的内饰 虽然说借鉴了很多的奔驰的设计 但是说而且现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挺多的软质包裹材料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体的用料并不算特别的高级 比如说这个木纹板 其实它是个塑料材质 以及它整个的扶手的下部 都是相对比较硬的材质 所以说这台车毕竟也是10万家以下的每个定位 所以说能给人的用料也是情绪当中的 不过我觉得整个这台新车并没有什么的异味 所以说整体的内饰的用量还是相对比较良心的 这个值得点赞 动态驾驶方面不得不说 这套1.5T加CVT它还是主打平顺为主的 毕竟这台1.5T210公里的扭矩 放在一辆B级车上 我觉得是很难去谈有什么所谓的推背感 或者很强的加速性能 基本上可能跟运动就不太占边了 只是说足够您家用 超个车爬个坡拉满人的成绩 那是没问题的 另外的话这台车的隔音降噪或者NVH 我觉得坐的还真还算可以 至少说在六七十公里以下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噪音进来 咱现在车速100左右 其实车的噪音还可以能够正常的交谈 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开噪以及风噪 会相对多的传进来了 但我觉得对于一台自主品牌的车来说 这已经算是还不错的成绩了 但另外有一个小问题 我觉得值得说一下 这台车的外循环的进风口 可能设置有点问题 就是我现在车外其实只有10度左右 也很舒服了 也很凉爽 但是我在车内温度调度最低 开外循环 在不开压缩机的情况下 进来的风是微热的 身心上身就很热 这个功能我觉得如果在北方 可能大家无伤大眼 本来就常常这些愣了 但是在南方的话 这个设计肯定有问题了 像这样添加我觉得还要开着空桃 才能保持车内的相对的凉爽 如果他们把外循环的进风口设计的离机舱相对远 或者稍微隔离一下的话 这应该就这个护身态的问题 应该是值得感激 OK 不过退一步说 如果说以前的申保D70发动机的动力系统能打7.5分的话 那么目前这一套至少也有8分的视频 还是有一些进步的 另外说到申保 很多同学们可能第一个想象就是跟萨博的渊源 确实是 但是我觉得这种渊源可能在发动机跟动力上 目前的继承不是很明显 但是在底盘与悬架上真的是有一些萨博的味道 这台车的整个悬架 整个支撑还是相对比较扎实比较硬的 虽然说在过坎的时候 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的颠 但是弯道支撑 以及来回并线的时候那种韧气真的是不错 这一点可能是我觉得 目前这辆申保之导让我感觉最好的地方 另外在整个的驾乘的人机工程输入性方面 我觉得这一代的申保之道 也是比前作有了较大的进步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整个驾驶席 我的肘部膝部以及各个关节的位置 都是相对是恰到好处的 就是说以长途自驾也会相对的有个轻松的姿势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北汽借鉴了很多奔驰 或者是市民车企的经验 所以说这一点做的还是正常可以 相对于其他的自主品牌来说 他们有一些独到的优势 OK经过一天的试驾 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申保之道的优缺点 先说优点吧 首先就是这次的外型的改款设计还是比较成功的 至少能够符合当下年轻人爱运动的这个趋势 但是又没有失去一台B级车应有的稳重的这个线条 另外的话 它的内饰设计还是相对出彩 两个巨大支的液晶屏 以及可以实现双屏互串的设置 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比较有亮点 另外的话 整台车内饰用料 我觉得还算可以 至少是新车能做到基本没有异味 这点是比较值得点赞的 缺点的话 我觉得首先是1.5T的发动机 210牛米的扭矩 我觉得这个在1.5T的发动机里面 算是中下水准 弹不上好的动力 另外的话 这台车的话 某些小细节还值得考究 比如说它的空调风道 如果您在开启自然通空的情况下 是会把放进的热风给引进来的 就是如果您开的是冷空的话 也会引进来 这一点的话 对南方用户 可能说是值得改进哪个地方 OK 感谢大家